如果家聰叫你性感少許 不如來在床上做吧 來床上做吧 多謝你先生 多謝他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今天繼續我們今天R.I.P 而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最近剛剛結婚的 莊韻晴小姐 我們歡迎 Hello 大家好 嘩 嘩 嘩 你等等 你等等 我拿了一點 那個燈很橙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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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白一點 所以我的燈就打得 主要我眨燈橙眼 我就戴褲超 我就免得燈橙到我的眼睛 我以為我眨燈橙到你 我不會不會 你不會不會 沒有這些事 沒有這些事 好 糟了 都不知道怎麼做下去 這個訪問 ok的 應該ok的 我喝少許水 我冷靜一下 ok 我也喝一口水 那我們就幫觀眾問一下你的問題 OK嗎 不過首先都要恭喜你 以我所知你是不是 剛剛結婚了嗎 最近 是啊 多謝你 恭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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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你 和你先生怎麼認識的 其實啊 其實啊 我和我先生是 好像一百年尾 這樣認識的 就是經一個朋友 其實他是 介紹我工作 你知道我們藝人有很多工作 那我其實是 我先生是做那些網絡 那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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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始都只是 做事而已 甚至是 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運 就是可能四五個月 你幫我做 那就找吧 很現實的 ok 然後香港有一段時間 就很混亂 就是街頭很危險 有些運動發生了 他就覺得我一個女孩很危險 然後他就整天都車出車入 那段時間 我們還沒有在一起 合作了做事都很長 直到今年 其實今年都差不多 幾個月之前 才開始表白 才開始表白我在一起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有些我的節目 有一個節目是說我單身的 那我節目其實就 要求你一定要單身才可以做 那我就拒絕了我這個先生 我說不行啊 我接了一個job一定要單身的 那我做完一個節目之後 然後呢 又到下一個節目 就是 接下來都會在阿澤出的 就是跟王秋生學戲 直接住 然後說不行啊 我很緊張啊 我要跟秋生哥學戲 那我來又等下 嘩 所以 雖然是說 一起了 沒有很久 很短 但其實你們相處的時間很長 很長 在那段運動的日子是非常之長 這個故事 幸好現在的結尾是 大家真的很開心啊 幾分啊 要不然就是一個兵的故事 是啊 非常之麗子 他真的 就算那個job不是屬於他的 即是他都會打電話 你今天去哪裡 我幾天都經常不理我 然後他就做了那份職業 即是來到又幫我 手 但證明他也是一個 正在捉緊機會的男生 其實也是好事 咦 咦 咦 你沒事吧 不是 最近工作太操勞 有點熱氣 沒事我戴上一盆眼 不如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冷靜一點也好 不好意思啊 你知道我們做這些事很累 你最近的天氣乾燥 可能 是啊 又快到了冬天 是啊 希望你不要介意 OK 你先生是不是在這裡 我先生在這裡 那希望他也不要介意 他已經進入了書房 不管我 那也好 那希望他不看這段片 好 那下一個問題 亦都是跟你老公有關的 為什麼會這麼突然結婚呢 是啊 我們十月中在一起 然後我自己十月三日 二十三日都公佈 我拍拖了 其實他跟我一起之前 一直有想說 我喜歡你啊 那些不如計劃結婚 他一直有說 那時候我跟他相處的時間 雖然我們真的不是拍拖 但我也挺享受那個曖昧的過程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呢 就是一男一女又不是開始拍拖 但是 其實大家對對方都有意思 其實最棒是這段時期的嘛 是啊 那我開心的是 就是我享受這段時期算長 因為很多人拍拖那段時期 可能安媚是一兩個月的 那我這個安媚的時期 我覺得算是差不多 一年都很長 這樣 所以其實我也真的挺開心的 咦 我有隻貓跳了上來 你們要不要認識一下他 咦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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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很喜歡接受訪問的 那你繼續問我吧 他真的絕了我會不會好一點 我OK 我一向沒有看 我都是看著你的眼睛 OK 好 OK 等一下 對我沒有什麼 OK OK 好 好 好 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當時 首先就是你那時候有鋪的照片 第一張照片就是 背面的照片 是的 全世界都說 是不是霍國 那觀眾就問你 被人傳同霍國 一起 有什麼感覺 當時 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因為可能 我兩個人的真人都會看到 我不覺得相似的 但是 個個都以為 我這個老公就是霍國 但是跟著我就想 其實現在肺炎 他是來不了香港和我拍拖的 可能他以為霍國 特地隔離了十幾天過來找你 你不是早前跟他有些職縣的嗎 是啊 現在還是日都未清 日都未清 是嗎 那你還這麼益他 提他 但是真的很多人 還有一個 是Uncle Sil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誰 我知道 我英文好那個 其實他們三個人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背部很紅 一點都不是排骨 哈哈 那你先生呢 先生有沒有什麼感覺 當時一貼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是 我是一個男生 其實我會挺開心的 就是我見到我女朋友 帶我出來 是的 那你還是一個藝術來的 所以藝術很少會公開 那你直接這樣公開 其實很開心 正常應該很開心 但是當我看完之後 下面全部留言 Fo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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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會不會有些 不知怎樣的感覺 他第一次就問 為什麼我會是Foggo的 哈哈 然後第二次就真的笑 然後他就自己找了一個解釋 可能我的頭髮捲了 最近貼Foggo 這樣 但我看你很好 就是你後來 你又再鋪上一張照片 就公開 就是好像都 就是令他 喂 OK了 不用怕了 不用擔心了 我覺得這個 舉動其實很甜 那你最後公開 其實我很開心 我覺得他也會 是啊 我們繼續 下一個問題 很多人很關心 就是 結婚之後 還會不會繼續放J 其實我今天也是結婚之後 但是我想說 是家聰叫的 哈哈 哈哈 好 其實 你可以說 其實你可以性感一點點 哈哈 其實每個人的定義不同 在我家 性感的定義就是 不穿魚翁就性感了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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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怕你熱 可能大家對性感定義不定 我回答你問題 其實 我想我會少一點 就是 最近還有很多記者 包括家聰 他都會要求我這個婚後 就是 在收生之前 終極性感 都真的還有這些訪問的餘養 但我想之後就會越來越少 對 越來越少了 我先生挺好的 他就沒有說 完全不給 但真的要看工作的種類 因為他也很喜歡家聰 他說 多謝多謝 然後呢 他跟我說了很多很低能的事情 他說 如果家聰叫你性感一點 不如你在床上做 這樣 哦 你在床上做什麼 哈哈 哈哈 他在語氣中 你在床上做 這樣 我做什麼 他就做訪問 好像很性感 他的意識是 好像很性感的 像是蓋著被子的 像是背心的 在床上做 那樣 多謝你先生 多謝他 不過床 床都可以很健康的 我看蕭先生 平時拍片 有時候也試過 躺在床上也很健康 真的嗎 好啦 接著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我知道 你之前也有講過 他就問你 為什麼要改名 但我看過一些報道 好像是因為 對姻緣好一點 是不是這樣 是啊 那時候 我以前叫莊娟姨 他就說 遇親的男人都是不好的 是誰自出事 是端自出事 還是兒自出事 還是兩個加起來會出事 兩個加起來會出事 兩個加起來會出事 就是端而是會不行的 不好的 噢 然後他就說 除非你一輩子不結婚 錢又不是找不到的 不聚財 我覺得很辛苦 那你做女人 最後也要過歸宿 然後就改了莊穩成 對 那真的是七月改的 那名字 於是在改完 那名字之後 我以前真的沒有想 那麼多拍拖 以外我和我先生很曖昧 都想著 看看 那有隻兵都很好 這樣 都很好 怎知道 他改完名字之後 我又覺得 我好像又覺得 其實我如果真的拍拖 我都會選他 這樣 那之後就慢慢應驗了 這個名字的所有東西 不過這件事 我以前都不太相信 不過真的人大了 就是慢慢 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 有時真的 不到你不相信 是啊 我也覺得 那我和我老公先前 一起合作做事 那你知道合作做事 裡面一定會有少許爭執 或者各樣的事情 都是小的 即合作都很愉快 但是我發覺 它是愈來愈好 哇 是不是很恐怖 真的很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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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名的師傅 就是 是呀 那個名字會令到你身邊的一半 走光你 這樣 真的嗎 那個師傅有沒有介紹 我想看看改什麼名字 就是那個女朋友會不買東西 有沒有那些名字 要問一下他 但是他有說過 有些名字改了 那個女生由二百多磅 減到剩下百多磅 百二三磅 哇 那你沒有 哇 減肥也可以 這個 他說是呀 那個師傅真的很準 我覺得我的命運 好像被他改變了 他說 你一定明年會生小孩 你一生小孩就很肯 我也很期待 是不是有這件事發生 我想過多一兩年 你們都看到了 哦 所以你們 因為下一個問題 他就是問你們 有沒有打算生小孩 所以你也是有這個計劃的嗎 有啊 因為他對著 他對我老公的八字一起開 但是很邪的就是 我們兩個的八字是很教的 然後他說你們兩個 都應該是 明年結婚的 然後就會生小孩 他會這樣說 但是他改完我的名字之後 是所有東西都推遷了 然後我們結婚的分期 都是去雜日的 一開始我就好像你這樣的想法 我不是迷信到那麼緊要 但是我就覺得 不如實驗一下 如果是真的都不錯 因為好事來的 可能我私底下都要問你拿回師傅 原來我改回他的臨牌 他會不會瘦一點 不是我這樣看你 你好瘦啊 我們繼續我們下一個問題 就是 怎樣認識杜汶澤先生 我們網上認識的 網友 網友 我試完有一次 我Facebook是中了毒的 就周圍幫我 不是幫我散毒 他是幫我 ad fans 就是全部的fans request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杜汶 那我就跟他在 inbox裡激情對話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這個觀眾就問你 有這麼多漂亮的標 有沒有看好哪一隻標會升值 都是勞力事務止境 都是吧 是啊 我小時候 家人就先帶一隻標 那隻標是卡地亞 之後大約賺到錢 就真的買第一隻勞力士 那中間我有遇過公司的 即是不好就是要打官司 那跟著呢 其實是有買賣的標 那我也有拿過某一些牌子的標去買 是完全不值錢的 然後唯獨勞力士在以前買下的時候 沒有那麼貴的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那麼貴 跟著買呢 是全部都將他的價值一倍 即是翻倍地回來 即是賺回來 是賺回來 但是現在不會買得回來 沒錯 是 這樣 好 希望解答到這個觀眾的問題 可能他想買標 我不知道 這個觀眾就問你 形象這麼性感 是不是會經常都被人騷擾 即是會不會經常在IG 收到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之類的 有的 我收到很多喜觀相片 跟著又會約 跟著又會 就算我結婚 即是公開了男朋友 都會有些女士說 約你出來吃飯 或者請你做女朋友 會給你錢 那些 那你平時IG見到這些 你會直接不理他們 還是你會怎樣 不理的 我覺得沒有回應 是最好的回應 是 但不知為何 我覺得你很不公平 正經常都是女生收到這些 即是很少男生收到女生 發給你 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你試試戒一陣子 我有的 其實我也會拍片 記錄得我身體的變化 是嗎 我也有的 我低調一點 我們下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 有沒有發展的計劃 接下來 其實我不會停幕前的工作 接下來應該會有部電影 會參與 那 另一個發展就是生意 本身自己有一些 鹹蛋魚皮 那很多都很好吃的 下次請你吃 不怕的 我到時改名字再吃 你問問師傅 有什麼名字是吃魚皮 不會肥 那就OK 我知道吃的可以 沒有問題 還有一些節目 其實都是在拍攝的 就是黃秋生大師班 那秋生湯真的很厲害 他會打散了你 然後再重新去告訴你 你找些什麼出來去演戲 其實人生 你都是一個角色來的 你在做別人的女兒 或者你在做公司的同事 都是一個角色來的 其實就算普通人 都要懂得演戲 例如你有時平時上班 老闆經過 你都要扮到一個很好的 是很勤力 那才可以的 你對著女朋友 你都要經常演戲 聽到了吧 不是不是 我是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加入了娛樂圈這麼久 有沒有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可以分享一下 我其實有一次在一個喝酒節目 講過 喝醉了 我也不可以說 真的 我也沒想過有些女生很主動 有一個很厲害的攝影大師來香港 幫她舉辦了一個拍展 有after party 其中有一個女生 就很進取地衝去她們的隔壁 擠在中間坐 她也很性感 因為她很性感 因為她很性感 她很性感 有嘔嘔笨笨的東西 真的會看到很多這些東西 還有趣的就是 這個女生是有一個男朋友跟著的 所謂的 她就幫我女朋友拍照 各樣東西 但我還是覺得她像兵 明白 但那個女生是幕前來的 幕前的 好 可能你私下告訴我 借誰 好 我這裡沒有說了 好 今天就為了一次 多謝莊韻晴小姐 好好 Cenia 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東西給我們 也都 我相信觀眾 今天應該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 再一次 多謝你 我最後也帶回回她 沒事 這個也是戰衣 這個也是杜珊做的 哇 不怪得那麼厲害 原來是戰衣 所以我竟然跟妳來 OK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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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阿俊要求 其實沒有要求 我要請請回 謝謝 好 再一次多謝Cenia 謝謝 未來的各位觀眾 可以留意 在杜汶集這集中 有Cenia的節目 和秋生的學戲 還有之後的電影 還有有興趣吃的 鹹蛋魚皮 這個 她很喜歡吃辣 因為很辣 因為 即是打火鍋 下去浸一浸都可以 是呀 很好吃的 因為那些鹹蛋黃 融融的 熱的 在魚皮上 但她咬下去就不潮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有些會寄給妳 和妳一起吃 不怕 我們去買 我們去買 等不及了 心急 好啦 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留意一下 再一次多謝Cenia 謝謝 今集我們就到這裡 再見 各位觀眾 掰掰 掰掰